太好 找到幸福感了 挺爷们的 长得需要挺爷们的 这样是这样 真的 就是 我像我们都这个年龄 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的 也见过很多人的 谁说话举手投足不论 也能看着个八九不理事 看一说的话 说的都说到心里去 天头大街找老头 上来直呼南方就是他的财 不图钱不图方不图帽 只要俩人感情到位 领证就是分分钟的事 今天的相亲男主是刘大叔 刘延正55岁离异 退休金6.5个钱 大案是有套130的住房 刘大叔这条件在中老年相亲界 算得上是优质男人的 咱这是多大瓶呢 我这130个瓶 132 那这是属于两室 大两室吧 研究各局行 各局还行 你这客厅怎么没上忙呢 没买 没心思整着玩 始终家始终都没回来 咋回来 到回来修班回家炒热完 电视站早又挠了 原先在铁路上班时 在机油段 在白城上班的 就来回跑车 来回跑车 那就是客运 客运那个列车园 列车园 对对对 跟车呗 跟车 跑大连开五五零 完了我一看 造罪 下来上半价 在半价 一直干到退休 退休以后 每日在家 就是十道屋子 打扫卫生 直呼资格 是个干净人 看不惯整的 那么一天呀 出去再累回来 也得拖地 要说这刘大叔 也是过日子的 一把好手 为了省下 是快钱的手工费 愣是学会了 用缝纫机 家里的床单 被照啥的开件 都是他自个弄 这马边机吗 啊 他跟缝纫机 还不一样 马边是马边的 专门马边的 那这个是砸的 完了这台是缝纫机 正常砸衣服的 这马这边不都是吗 就马这边 啊 就马这个边 啊 马这边 这不出秃了吗 啊 就马这边 这都是你自己马的 啊 你上外边 你咋十六多块钱 成大大干嘛呀 在这咋的 自己啥子会 买点学呗 言不得学吗 你这是啥手会的这活 我这些学的 多大学的 学的又五六年了 等等这旁边的 我以为是大妈的 哎呀 我去这红娘根做山事的 这大饼子里 不少废分离啊吧 你看脖子 上个不舍的涂懒 这色差也是绝绝的呀 感觉站一起 和大爷还挺般配啊 不过刘大爷讲话了 虽然自己平常能省则省 但是在养生保健上 也是该花必须花 买了台按摩 也放在家里 大叔说钱就应该 花在刀刃上才对 这脚底都得按摩 这脚底都是 有注重保健呀 大哥 这脚底都按摩的 一万多的 这么贵呀 那啥 一万三千多 我发现你这个 是要砸裤脚子 砸背袋这种的 你省 这个你怎么省了呢 哎呦 这咱们该断了身体 这不是按摩吗 主要保健事 那你说饮活 不就是为了你自己保健的事吗 身体哪个不舒服 你买该享受就得享受 你有钱得花得到院 不能花到辈子 是不是 你得会享受 听大叔一起话 七七也是受教了 这钱得花在刀刃上 不能花在刀背上 骑着单车去酒吧 该省省该花花 就这样一个踏实能干 条件还不错的好大叔 却有一段不幸的婚姻 刘大叔之所以离婚就是 因为十几年前的一场车祸 这场车祸也让他不得不 离开了热爱的一线岗位 俗话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然而他的妻子在他被撞 最难的时候 个外边有了人 最终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离了婚 他这个手好像还有点 有点毛病 但是我干活不耽误 约先都这样搬都搬过去了 但是就是这个手指头 这是有钢板 现在这里边 还有钢板 钢板在这儿呢 这里边现在还有钢板 钢板在里面 没想求 这么大岁不想求 求一把造罪 等96年出啊 车祸有 一天批一天打这儿 成天打 成天打 你不行了 你外面有人 人家说跟你打仗 跟你说话都比 态度都不一样 这咋的当时跟你说话 怎么个态度 什么态度 你就跟他说话 不勒你 不像以前说说话 俩人和气啊 做那个啊的 走老公啊 你看这个事咋的 让你看这个事咋的 都不太说了 冷暴力是最不负责任 不道德的做法 不管男人还是女人 这样做不过是让外人减少 对你的流言废语而已 如果真过得不下去了 还不如都坐下来说 咱们就到这吧 山水一城往后 余生各自安好 七七觉得真诚才是 一个人最好的底牌 再找老万大叔说 只要老是本分就行 长下我都不挑 我就找一个 咱说半天的 得跟我十七十一过日的 手本分的 十一十一 十一十一还得说 体贴你的 捧你的 那对于对方的一个经济啊 经济啊 他有 他一约能开个支 我不需要他钱 他大富大贵 他能开一千块钱 我都不要 你吃我的就完事 这大爷属实挺接地气啊 根据老刘的择偶要求 大胖红娘给他找来了 同在大安市的张大姐 张云雁五十一岁离 月入三个千友房 这是我住的屋 老妈来了之后 老妈住的屋 屋屋不有养果了吗 老妈在这屋呢吗 在这屋呢 打个招 大家好 不用钱了 没事没事 脚崴了是吗 脚崴 坐下坐下 我们今天来干啥 知道吗 知道 给老妈说了 说了一点说了一点 我老妈可开通了 就是年轻人这些事 他都不能接受了 没有接受不了 特别特别好 该说不说这红娘的大体格子 属之奥利给啊 感觉能顶大姐三个了 张大姐朴实能耐人 也孝顺 这辈子一共干了两分时事业 其实我这半辈子就做两项事业 一个餐饮 一个修正 我这农村孩子嘛 农村孩子正好赶上那个改革开放 我18岁的时候 一边刷碗 一边就跟师傅触摸 提灶 比较能干 然后比较能干 完了然后干活 那时候还挺好的 提灶那时候做坛肉 那时候服务员最多挣150 有120、130 你最好的服务员挣150 我那时候就能挣200了 那时候我愁晚了 孩子笑 我可困难了 我们还没有房子 完了然后呢 又说这咋想自己去 就琢磨自己干点啥吧 完了然后骑进去 早上六点给你上铁备 去上毛单吗 上 上回来煮 煮完吃完 晚上刚才有炉子 上到边靠 我家孩子爸那时候没干啥 这打工那打工那 还挣不着钱 那天吊儿郎当的 然后我说这 我就演你 我就跟他演你 我说这咋俩烤着串 那不是一人干那活啊 咋俩烤着串去吧 整个一个炉子 开始 我俩这烧铐 我们一开始出路边台 然后在我们楼空子里头 然后后来又出大风车 然后再就开店 是这样 一步步走过来 将来的你一定会 现在拼命的自己 虽然大姐文化水平不高 但一直有不服输的心 努力上进自学会计 除了上班 另外还打着三份工 不怕苦不怕累 为了美好生活干就晚了 我曾经有四年嘛 就是白天 挣三分钱 白天是做一份正职 做两份监职 晚上就火锅店 给做做那种 做四年 你们那两份监职 都是属于 都是做财务 做财务 对 以待而过的 就做了 不应该是啥 我就比较喜欢挣钱 像那些四年的时候 这一个月 这四份功能 挣多少钱呢 加一起 一个四千的 两个一千三的 一个一千二的 完了吃入都单位的 生活用品啥都单位 我还不知道卖化妆品 就自己卖点衣服 这太厉害了 那要不就 咋在上去卖房呢 七七属实佩服 必须给大姨 来给强烈点赞 张大姨讲话了 好日子 都是奋斗出来的 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 没有付出 就别想着回报 那这样一个积极 努力向上的大姐 再找老伴 又有啥要求呢 我爸没有太多要求 就是他就不赌格 最好是不赌格 不吸眼 别没有啥要求 我不喜欢 特别高 特别大的那种男人 我不太喜欢 偏瘦一点 好一些 偏矮一点 瘦一点 对 这种的 我不太喜欢太高 特别 因为我长得小 你知道 这不就是和刘大叔 量身定做的吗 俩人都属于短短粗 随后红娘就带着张大姐 来到大叔家 那么这俩人 能否擦出爱的火花呢 老铁们 咱接着往下看 看到南方的第一眼 张大姐就找到了一见钟情的感觉 面对大叔这一米六六的身高 也是丝毫不在意 果然只要演员对上了 其他一切都不是问题了 夸过了人 接着就开始夸房子 大姐真是走哪都喜欢 大叔说老妹这还没完呢 说可不是一般人 男人会的咱会 女人会的咱也会 再来给你展示哥的神器 这个地方里一想 是是是啥就走了 这个手动的 那也那也不是 这俩都是各脚踩的 我跟你讲啊 这边都是大哥是马 我自己看 看着大叔家屋里屋外 都整得利和利 张大姐心里也是满心欢喜 对于大叔的消费观也很赞同 感觉俩人相处起来很自然 该说不说找个同频的老伴 还是非常重要的 不然你这边都要上吊了 他还以为你打球签呢 大麻烟 这一万多 说着价 这一万多呢 一万多少 一万三千多 一万三千多吗 你真会生活 我说你这有 该吸血地方吸血的 就是要是说 那个舍得投资 你不是真舍得投资 我给你杀了试一下 腿子还能那哈 那我给你打 谢谢 感受一下 让大家 看着 挺好 太幸福了 太幸福了 小腹吧 幸福 感受一下 在什么 脚底 马上来了 这全方位一点 这一万多块 不白花 这玩意不白花 除了会过日子 会圣火 大叔还没有 啥不良嗜好 不完牌 不吸烟酒 没啥 大事也不喝 在张大姐的眼里 对他就俩字评价 那就是优秀 这个老头 承载了他找二婚的老伴 所有的优点和要求 这一圈溜的下来 大姐对大叔 简直是一万个满意 咱就说这样的 好大叔 谁碰谁不迷惑 在得知对方的高工资后 大姐这边 却开始不自信了 我这一月的书 要是我乘务是14年 14年乘务完了 我要是按那个 臭园推理 算完了 我工资稍微高点 要是今年22年 再涨点 我能涨到七千块钱 能开到七千 不少 在这地方来讲不少 这地方都挣这么多少钱 经济机给的人 这就已经在 其实你不快挺满意 非常满意 但是我有点担心 这咱俩这疼魔术 他能不能嫌弃我 这个各方面条件啥 都没有人家好 一提到这方面 就感觉像有点不自信 张大姨这边 没有稳定单位 劳保也是自己交的 还有两年才能退休 但是这钱 他不会让南方给他付 让对方放一百分心 他可不是那种 要钱的老娘吗 我只要满够15年 然后到55多岁的时候 就办退休 就OK了 退休呢 说得我这个 还得交一报社报 但是我对对方没有要求 你不要想说得 他挺困难的 他帮我来的 帮我钱来 啥都不用 没有这个人我也一样交 我也一样往前走 就是这样 咱说冒天以后走到一起 真有留言 原来跟俩人真正共同 这个家里过日子 咱说你拿出你真心真意的 我拿出我真心真意的 我说你有事 我也不能看热闹 是不是 那我不能说愁 你出外扎了钱扎不来 挣钱没挣多少钱 你那头等着交涉宝 那你没钱 那我就严重吧 不管了 是不是 是我就这么行 但是大姐说了不用你 是不用 咱们也不能那么看热闹 就走到一起 咱也不能 感热闹 这期视频是七七见过 少有的不贪钱 不要钱的一对 这大叔也是真爷们 大姐不问南方要过何钱 大叔也不计较女方工资低 这才是正能量满满的相亲啊 要是社会上多点这样的人存在 就不会因为彩礼三斤车房 闹得不可开交大打出手的事了 遇上今天这样的俩人 都应该好好珍惜 我姑娘给长春娘 就是给深圳工作刚回来 刚回来 然后没结婚呢 出的就像 长春那房子吧 是那个 我跟孩俩买的 全款房 就比较小 然后我要是在这边的那房就给孩子了 行行行 我这边还有个小房子 行正常 要破这边的房子 咱说你活不就为了儿女 房子那咱无所谓 咱也自己有房子 是不是 就说他给的儿女 咱老了以后咱也得给儿女 就我们死了也给房子拽不走 不就那种事儿吧 挺爷们的 长得需要挺爷们的 这样是这样 真的 就是我像我们都这个年代经历过很多风风雨雨的 也见过很多人的 谁说话举手头足的 也能看着个八九步律师 你看一说的话说的都说到心里去 看见没着才是正儿八经的找对象 咱能别一上来就事钱钱钱的行吗 主要这个张大姐人比较自立 才能得到别人尊重 有的老太太上来就指望扶贫 把婚姻当成碗卖 就像那沙子一样 你抓的越紧她撒的越快 所以说做人要有格局 他不老 一点都不老 没有住人 不老 就带习惯了 主要不得劲 老了 聪明 聪明决定 我手术屋这方面是个端端 不是那么像你那么拍那傻的 你做饭我手屋的 我一直在外面 我不用的 你都能包容 我都能包不用 她是上厨房院做饭做饭的 找媳妇俩人 这个家就都是共同的 是不是 咱多干少干 那无所谓的 太好 找到幸福感了 今天这期视频看得七七心里真舒服 大姨大叔都是朴实善良的人 不争不抢立足自身 胸怀宽广都能为对方多想 那咱就祝福他们晚年幸福中老吧 七七剪了大半年湘心节目他们是第三队 从头到尾都如此和谐的一队 这才是真正真心来找老伴的 大姨不贪心 大叔也不抠凑 希望咱们大家都向这一队好好学习吧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更新到这 咱们明天精彩继续 大明天大王